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胡人总冠军戒指致敬科比胡人vs快船北京时间12月23日,洛杉矶胡人vs洛杉矶快船的揭幕战完结,胡人以109比116不敌快船,这场比赛快船首截打出了一个18-5的小高潮。 首截打完快船,领先20分,第二截胡人单截竞胜18分,将分差缩小到2分,但第三截快船再赢9分拉开到11分,末截胡人很快放弃比赛,这场比赛是胡人领取总冠军戒指的高光时刻,没想到最终还是失利了,致敬科比也没用,快船开场的手感太好7中6,3分3中,三局截打晕了胡人,沃格尔立马叫了暂停, 但暂停回来,胡人两个失误一发卡,连拿8分,小加索尔的移动速度,泰曼连续被快船抓反击,施罗德与戴维斯的默契,也没有产生普通船接球斗失误,胡人首截18中7,3分8中2,而快船20中14,3分10中5,输20分太正常,沾梅合计9分,卡交11分, 第二节沃格尔,用詹姆斯加,卡鲁索加,库兹马加,哈雷尔加,大莫,这套阵容,虽然空间有些不佳,但防守是真的强悍,5分多中快船只,得到2分阵地战,一个球没进,只可惜胡人失误太多,只缩小了4分, 塔伦塔克,与戴维斯登场后塔克一个2分,波普一个3分,再追5分,胡人逐渐找回感觉,詹黄2加1命中后,追到2分,詹姆斯在第二节,拿下7加2加2半场,10分2篮板2主攻,戴维斯半场,10分5篮板2主攻,施罗德9分,4篮板4主攻,快船这边小卡13中,4拿下13分2主攻,第三节开场18卡,与小卡都命中3分, 詹姆斯,也命中2个3分,两队开始对攻,大战开始,快船15至14,进入官方暂停,马修斯只要防守莱昂纳德,他就可以强吃,小卡第三节打马修斯一打一个准,不过胡人,还是将底分翻平,詹姆斯在6分钟里,也连拿8分,小加索尔与马修斯在场上,是超级漏洞,快船依靠单打,再度将分叉拉开到11分,乔治单截15分, 小卡单节9分,末节开场乌人,打出一波7-2将分差缩小到6分泰伦卢,立马暂停,两队对攻大战开始,被狐狸3分命中,卡鲁索回应,詹姆斯跨下击德,传球给到大漠制造3分犯规,乌人同下半场的防守强度,下滑有些严重, 祖巴茨在篮下,轻松倒扣,而且波普,被祖巴茨撞到,外侧半月板下场,乌人依旧落后9分,乔治3加1命中后,快船拉开到13分,詹姆斯还没回来很明显,沃格尔是放弃了,詹姆斯28分钟,17中7拿下22分,5篮板5助攻, 戴维斯30分钟,14中7拿下14分10篮板5助攻,施罗德24分钟,13中5拿下14分10篮板6助攻,哈雷尔7中6拿下17分10篮板2助攻1盖茂,乔治34分钟,18中13,3分8中5,拿下33分6篮板3助攻1抢断,小卡30分钟,26中10,拿下26分3助攻3抢断2篮板,文言小白, 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